火爆的贵金属行情熄火了 黄金白银最近两个交易日大幅下跌 今日国内的护金护银跌停 A股的黄金股也出现大面积下跌 贵金属指数下跌8.34% 其中赤丰黄金盛达资源跌停 对于这波回调 招商银行认为 近期贵金属的调整主要是源于上周五晚 美国公布的7月份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增加 美债实际利率遭到修正 出现低位反弹 金价则出现下跌 此外 黄金在经历前期几涨后 在技术上严重超买 多头交易也已经相对拥挤 本身存在回调需求 博士黄金ETF基金经理王翔表示 随着近期价格的节节攀升 短期交易性资金的占比上升 降低了市场的稳定性 从长远来看 美联储对于货币宽松的坚持 带来了远超历史的流动性冲击 在疫情真正转向前 财政与货币的双宽松预期 将维持市场主流 基于此 即使贵金属市场短期 出现一定的回撤 更多也可能仅是技术性的折返 而不是真正的反转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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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